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写利昂科夫介绍称 中国打算最大限度加强太平洋沿岸的防御力 依靠列装俄罗斯的S-400凯旋防空系统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指区域 彻底限制对手在其中的任何动作 据俄罗斯今日经济通讯社网站5月10日报道 利昂科夫表示 中国有自己的中短程系统 甚至有类似S-300的系统 但性能上仍不是远程的 像S-400这样的系统 将大幅提升中国的防空能力 利昂科夫认为 中国正在尝试发展自己的军工业 但在个别技术领域 中国尚不及俄罗斯 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俄中的军事技术 获有助于两国打造联合防御 这方面已经开始靠拢 上河组织的防长们 甚至讨论了对话途径 现在需要系统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并制定规范性文件 据报道 国际形势变化 使中国和俄罗斯 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中国越来越快地从俄罗斯 获得先前所订购的先进武器 与西方交捂后 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 开始放松 中国是第一个从俄罗斯 获得S-400防空导弹 以及苏-35战机的外国买家 台湾海峡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也使北京期望 能尽快获得这些先进武器 除了加快S-400防空导弹交货外 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24架 苏-35战机中 截至去年年底 俄罗斯已经向中国交付了14架 军事分析人士 莫拉霍夫斯基说 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将更加密切 他说 我想 两国未来在军事等领域的各种互动和接触 只会继续加强 我甚至认为 在不久后 双方之间合作的密切程度 甚至能升级到两国军队的总参谋部 将协调一些行动 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 北京在部署射程很远的S-400防空导弹时 如果主要针对台湾海峡 台湾空军战机一起飞 就会受到这种遏制导弹的威胁 但S-400防空导弹迄今 仍未受到实战检验 其实际战力究竟有多强 仍是未知数 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 两次对叙利亚境内目标 发动巡航导弹攻击期间 俄罗斯始终让叙利亚境内的 S-400防空导弹保持沉默 没有把这种导弹投入战斗